大家好,这里是小镇小民 我想把这两天在国内还有国外对这些事情的报道做一个小的总结 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平静下去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在跑出来在闹事了 包括现在在海外的这些主流媒体还不怎么提这事了 整个这件事情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还没有搞清楚它发生了什么就已经结束了 先看一下我爸爸给我发的 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他先转了一个别人的 他转的这个帖子上头是这么说的 让全国的网友了解下北京的现状 这大概是他前天晚上寄给我的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全是上百个小区 包括回龙观 天通院 望京 这三个亚洲最大的小区 前两个小区每个都有近100万居民 居民自发的组织起来 合理维权 解除封控 方式都几乎一致 不发生暴力冲突 直接报警 然后在警察的旁观下 与居委会对齿与谈判 最终不但解除了封控 拆除铁皮 消除消防隐患 几乎全部成功 因为北京市区政府并没有下发封控通知 目前几乎所有的北京小区封控通知 都是居委会下发的通知 而居委会不属于政府机构 没有执法权 限制居民外出从法律意义上属于非法拘禁 向勇敢理性的首都市民致敬 这个就是我爸爸给我转的这么一个 他也是别人给他转的帖子 然后呢 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句 他说这是别人转发给我的 后来从别处得引证实 大概我估计他可能是在 回龙观和忘金这些地方 可能都有亲戚朋友啊什么的 他可能跟人家联系了 人家可能说有大概类似的情况吧 我不知道了 我爸爸说话反正你也不能完全信 他年龄大了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我真是想说呢 从这个帖子上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他真的也好假的也好 其实他基本上证明了我以前说的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老百姓对于分控 这个有的时候底下的人啊 基层的人掌握的尺度 我觉得是有欠缺的 可能一个人他被测出来是阳性 结果你一大片的小区全都给关起来 然后也关关好多天 那我觉得这一点 老百姓确实已经很反感了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你像这个吧 你就算他是谣言的话 也说明这个传谣言的人 他也不敢说我要推翻中国政府啊什么的 他也没有 但说到底还是 大家都是一致地认为 就是说主要的问题 还是这个封控 这个尺度的把握的问题 而且呢 如果他这上头说的是 居委会做的这个决定 并没有经过北京市啊 区啊政府的什么的 那这个他这个过程 就是你做决定的这个过程 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是北京市他的 给你发下来的 就是说你只要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发现是阳性就怎么样吗 还是说是居委会自己 就随便就这么决定 所以这个呢 确实应该 从北京市来讲 确实应该跟大家说清楚 到底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 应该由谁来做 由谁来执行等等 你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了 你不仅仅是跟 老百姓 北京市民讲清楚 你也应该跟这个 居委会的你要讲清楚 所以这些地方吧 都说明了就是 这个东西还是 确实有待提高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跟上海的那个 正解呢 是要推翻中国政府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所以这基本上 就是我所说的 有一些老百姓的不满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当然就是 可能那个 我的观众可能也都 听到看到啊 就是有人付钱 这些上街的人是拿钱的 不同的地板 还拿了不同的钱 然后还有人在里头 拿回扣啊 什么的这些 这个呢都是 其实那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 已经完全都 都曾经走过的剧本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可能也不奇怪吧 只是呢 这一回呢 好像让人扒出来的很快 一下子就扒出来了 然后最主要的吧 中国吧 它有一个这个 口音的问题 有个方言的问题 你像你在上海的话 你要是一个 不是一听就不是 上海本地人 在那组织活动的一个人 马上就让人警惕起来 因为上海人们 是不会轻易地 去听外地人的 真是肯定的 包括你说你在四川 这听上去这口音 这人怎么听上去 就是香港人的说话 广东人的那种口音的话 那马上就 四川人也会觉得 这怎么着啊 对不对 就是你这种 不是本地的人 在那挑事 其实马上就会引起 本地人的注意的 就这一点上 中国其实跟美国 挺不一样的 就是在这 就中国各地的口音 它是很不一样的 对吧 它不是那个 那么简单的 你就能够混过去的 就是说你不是本地人 你不能说 你长的这个样子 是中国人的样子 你不是上海人 你就不能够 很容易混过去 对吧 你只要一张嘴 马上就让人 就能听出来 你哪怕是上海人 讲普通话 你一听 你也能听出来 我看到的那个视频 那一人一听 就不是上海人 肯定不是上海人 然后呢 说说这个境外 就是主流媒体的 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昨天吧 大概是看到了 好几篇文章 就是说这个 哎呀 这是对习近平 上任以来的 最大的挑战啊 甚至都说 这是什么 终结的开始啊 什么什么 你听上去的意思呢 就说这是习近平的 滑铁炉了 这下完了 是这种意思 可是你今天 再去搜这些文章 哎 怎么就都没了 我就搜不到 这么快 他们就自己给删了 还是说 我同样是搜 这个谷歌 他还不给我推着的文章 我也搞不清 反正我现在 昨天看到的 好几篇文章 我今天一篇都没找到 所以这个本身 就挺有意思的 这翻脸 也太快了 然后你今天要搜的话 他搜出来的就是 什么江泽民世事 和那个什么 BBC有一个记者被打 你要搜中国的事情 你像昨天前天 都挨一下 就全部都是 老百姓上街的 这个石碑游行的事情 今天你搜 中国好像就是江泽民世事 就有关这个 石碑游行这件事情 就是BBC的记者被打 现在就说的这一点事情 所以这个本身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TikTok 自媒体 这个TikTok里头 前天晚上我看的时候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 他给我推了好多 这TikTok上 给我推了好多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游行啊 什么各地的 全国各地的什么什么 然后呢 我屏蔽了几个 我大概屏蔽了三四个 就这种 结果我昨天再打开看呢 就少了很多 大概就看到了 个别的几个 一两个大概是 我的感觉 可能本身啊 那个TikTok 给我那感觉铺天盖地 那感觉本身就是错的 它可能也就是那么 几个频道 但是他们那些频道呢 某一个劲的往上放 再有呢 就是TikTok 某一个劲的往外推 我觉得可能是 是这么回事 然后这事呢 看来这个 很快就 就这件事情 就不是平息下去了吗 TikTok自己一看 风向变了 它自己也那什么了 而且加上我自己 把它这个 屏蔽掉了几个以后 好像就没什么了 可见就是真的 TikTok上 也未必 它就是 真的是铺天盖地 它那感觉是 但其实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频道 是特别关心这件事情的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 就是说 西方老是说 中国没有这个自由 没有那个自由 包括没有这个 示威游行的自由 那这件事情 等于又给西方打脸了 中国是可以 有示威游行的 而且确实也不止这一次 中国其实经常是有 大大小小的游行 只是呢 它西方不怎么报道 我呢 在评论区呢 我放了一个链接哈 是这个白宫 对这件事情的 那个看法 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我就不在这放了 但大家自己 到那个链接上去看 因为它是翻译成 那个中文的 所以就你去链接上 就可以看 我想就说一下啊 这个说话的这个人 叫做John Kirby 他其实不是白宫发言人 他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白宫发言人 应该是一个叫 Karen Jean Pierre 是一个女的 黑人女的 这个John Kirby 可能是临时 给他调过来的 但是John Kirby 确实比John Pierre 要比他要说的好得多 甭管怎么说吧 你就听他这个 听来听去哈 其实他 总结起来 应该可以这么说 白宫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支持全世界 所有的人 和平 游行示威的权利 但是他其他的 什么也没说 他却没有说什么 要跟抗议群众站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风景线啊 什么都没有 而且那些记者哈 来来回回的问 反反复复的问 就非常具有挑衅性 那些问来问去 就是想希望白宫 说点那个 支持这些 示威游行的事 他就没说 这个John Kirby 他就没说 除此以外呢 什么布林肯 什么沙利文 那这些平时一有事没事就蹦出来的这些人 包括老妖婆佩洛西哈 都对此事一声不吭 这这边挺耐人寻慰的 就这一个平时特别张狂的人 他忽然收敛了哈 这反正反正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那是什么原因呢 我就在那想哈 就说好像这件事情确实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问题是国内平息了 本来我以为是西方还要在大张旗鼓的怎么着的一头 结果就没了 就就马上就都就不出声了 就翻篇翻得特别快 我就读了一些文章哈 然后自己想了想 我想可能是这样几个原因 其实呢 西方对于中国动态清零这件事情哈 他也不是说的 极力反对的 反对动态清零的人是什么人 是一些制药厂 他们想卖什么特效药了 就假伪装的特效药了 什么疫苗啊什么的 有文章是在呼吁说 应该中国现在应该进口这个mRNA的疫苗 为这个中国这个彻底躺平做准备啊什么的 有这样的文章是有的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多 原因呢 我看的有些人哈 其实还不止一个 有些专家其实对这个14亿人完全开放 他还是有一定的担心的 因为你这么多人一下子 如果完全都可以随便传染的话 那传染的人很多的话 这个新冠他会不会再变种 你现在看来他变种每一次变哈 好像都变得比原来轻了 但是他这个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容易被感染上 那感觉上的是这个症状是比原来轻了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后面的后遗症是什么 长期来讲到底是怎么样 你现在并不清楚 再说他这样一次次变种 并不能保证说他每一次变得都比原来轻呀 他要忽然之间变种变得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 然后你肯定 中国要是一旦出现了的话 出现了这个变种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地方 那你怎么应付呢 其实是有不少人啊 是有这方面的担心的 所以从对点上来讲 其实有不少人他是觉得这个动态清零 应该继续搞下去 当然他不会正面的这么说了 他不会就是公开的支持中国的这种 但是是 其实我认为是有一些人支持的 还有一些人是认为动态清零很好 影响中国经济 影响中国的制造业 这其实挺好 就让他自己继续去影响 还有这样的人 所以就是对动态清零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西方未必是极其极其反对的 这是挺重要的一点我觉得 那你这次明白 这是老百姓不想再搞动态清零吗 就是你要是听那些上街游行的人的话 那他就是反对的就是这个 那他从美国政府来讲 还有包括他的一些专家也好等等来讲 其实他未必他是 他自己是做不到了 他在美国他在其他国家做不到 但未必他认为这是错误 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 再有一点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现在还处在一种外交的困境当中 俄乌战争现在的情况是说 俄罗斯现在准备放开党了 然后呢共和党呢 现在又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 那接下来他会不会说断了乌克兰的裁员 他不再往那边输送钱了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那如果你一头没了裁员 一头俄罗斯也这边放开党了 那乌克兰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呀 对吧 这拜登政府一定明白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呢 跟欧洲的这个伙伴关系呢 也很紧张 马克龙马上要来了 他来要准备摊牌了 所有的分析的 我看那些文章都是说 你这一头你这个通膨法案 你就是在来抢这个欧洲的制造业 对吧 然后你的液态天然气呢 这个四倍的价钱 完了你的军火商都在那猛转 而欧洲呢 现在这个高价能源 去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 就说这些东西其实 明眼人一眼都看得出来 只是呢 这些欧洲政客呢 到现在了 好像他受到了足够的 国内的压力了吧 而且冬天确实来了 那他可能再 再假装看不见 假装听不见 可能有点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呢 马克龙和舒尔茨呢 他们现在都有点这种 就是说想要跟美国人要 平平理的这个意思吧 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所以这个危机呢 这个拜登也是明白的 再加上最近台湾地区的 这个地区选举 这民进党大败 就是说他想搅动台湾 跟大陆的这种对立 接下去 他能有多大的力量 这个也不清楚了吧 总之呢 就是说他在外交上 他还是有很多的困境 你在这种状况下 你再去明摆着 已经平息了的事情 你如果在 煽风点火的 敲锣打鼓的 在海外 第一你也达不到任何目的 他在国内已经平息 他就平息了 你在海外再怎么折腾 再怎么 这声援 那风景也没意义 只能显出你是 明显的是看着 唯恐天下不乱 就是想把中国搞乱 太明显了 所以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等于就是说 你要是为这件事情去 又去得罪中国政府 又把习近平激怒了 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达不到任何的目的 我觉得他可能看出这一点 其实看那个TikTok 下面那些留言 他那个视频上 我以为这种TikTok上 那种视频底下 都是一色的 要跟中国人站在一起 什么这个那个的 其实没有 其实很多的人 对这件事情 要么就是完全的不关心 就是那意思 我们去关心点 自己的事情行不行 少去管别人的事情 现在这种评论越来越多了 还有的就是说 这不是中国这个不能抗议吗 这不是现在也抗议了吗 也好像也没什么事吗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这种西方国家的 主流媒体的宣传 他也越来越不买账 这一点其实也挺明确的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 被疑惑住的 普通老百姓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 不怎么买到这个 主流媒体的这些东西 这个趋势是这样子 最后呢 我稍微想聊几句 这个NED这个组织 NED呢 它叫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国家民主基金会 这个组织啊 它是1983年成立的 它是里根 它倡导和组建的 它用的报税的这个号是501 不同的人 不同的组织 你报税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号 让你定性 501的组织一般的 就是说明你这个组织 是非盈利性 非政府组织 它是这么一种组织 但是事实上 NED完完全全 它就是 可以很简单的说 它是CIA的白手套 它的历史是这样子 它是1983年成立 它为什么会成立呢 它跟CIA特别有关系 CIA当然它干过 很多的坏事情 但是呢 它应该说呢 以前它干什么事情吧 也就知道它干坏事 也就知道就完了 一个是1963年的时候 对肯尼迪的遇刺 很多人认为是CIA 和当时肯尼迪的副手 林登 Johnson一块干的 那这本身就是 可以说是胆大包天了 你连总统都敢遇刺 你说你去刺杀 别的国家的总统 连自己美国的总统 你都敢去刺杀 这是不是有点 无法无天了 这个CIA 然后呢 73年呢 就是在这个 智力发生的军事政变 这个是可以算是 基辛格此生的一大污点 智力发生这个政变吧 当时最后是 阿联德 当时的智力的总统 他后来就 就死在了这个 这个政变里头 但是当时的这个 军事政变 那个头啊 皮诺切特 他是有点胆子太大 他取得了政变以后 他政变完了以后 他把阿兰德给弄死了以后 他抓了好多的人 包括一些西方的记者 不少的西方的记者 都被他抓起 抓起来以后 他就对这些人进行折磨 那么后来有一些人 他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这一批人 就特别的 对这件事情呢 就是批评的特别的厉害 他们非常有影响 我就印象当中啊 很多年以前 我曾经看过 有一个英国的记者 一个女的 他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到这件事情 他就说 他当时受到了 什么样的折磨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的有一个细节 他说他们用那种 大的老鼠 去强奸女人 你看这个细节吧 我到现在都记得 这是挺长时间以前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我记得 那一般的看过 这个采访的人 应该都记得这个细节 对吧 就皮诺切特 他已经 他当时抓的人 已经不是说那些 他认为是 阿兰德的死党的人了 他谁都他都抓 西方的记者 他都抓 抓完了还去折磨 折磨人家 那这些人 可不是出来了以后 当然就 他们在他们自己 相应的国家 因为英国就有 这么一批人 不少的 就出来以后 就对这件事情 特别的这个 批评的特别的严厉 还有一批人 就是阿兰德的 包括阿兰德的亲人 和他的一些追随者 跑到西班牙去的 还有就是跑到周围的 其他的南美国家去的 里头有不少的作家 写文章啊 什么写书的都有 那么所以 有一批在西班牙的人 对吧 有一批是英国的 那你说这些 都是美国的盟友 都是西方国家 那他们当然就是 对这件事情 致力的这个 政变这件事情的 就是严厉的批评 那就是使得大家对CIA 忽然之间就有了一种厌恶 极其深刻 深厚的这种厌恶 就整个西方国家 对CIA都有了这种厌恶 皮诺切克他胆大到什么程度 他在1974年的时候 当时他还去刺杀了 智利的驻美国的大使 就是在阿兰德的时候 智利驻美国的大使 他在华盛顿 把这个人给刺杀了 你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胆子太大了 你这是在美国呀 在华盛顿呀 你不能说你一个外国人 你想杀谁就杀谁呀 那这件事情是 皮诺切克 亲自命令杀的这个人 刺杀这个人 然后CIA又是默许的 就是CIA甚至有可能 帮着他干的这个事情 都有可能 这件事情 连美国国会都很生气 就你胆子太大了 你在我美国国内怎么干 就这一系列加在一起呢 就使得这个CIA呢 是臭名昭著重 在这种情况下 里根呢 搞了一个NED 1983年成立的这个NED 他把它定性为什么 非盈利性组织 非政府性的这种组织 但事实上你看一下 看它是什么组织 你一看它钱 你就知道 看它的那个资金 哪来的就知道 Vikipedia是这么写的 它说 NED每年从美国预算中 获得拨款 包含在国务院预算中 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 并且即使作为非政府组织 也要受到国会的监督 看到吧 它的钱是国会给它批的 而且它还有个法案 国会还有个法案 1983年成立的时候 它专门国会有一个 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通过了那个法案 所以国会要拨钱给它 这个法案就是要组织这个NED 但是不知道怎么给它定性 就定性为什么 非盈利性 非政府性 它可能非盈利是 确实是非盈利性 但是它绝对是个政府组织 拿的钱都是美国国会批的 你怎么能说你是 非政府性的组织 所以NED最简单的说法 它就是CIA的白手套 就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CIA做了一系列的 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那么美国 从美国的国会 到西方国家 对它呢 都起了这个厌恶之心 使得CIA有一段时间 是臭名昭著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它就搞了一个NED 其实做的事情 都是CIA做的事情 但是是NED出面的话呢 面子上好看一些 你要是派到各地去 CIA我派人来 派你到这个国家去 派你到那个国家去 人家国家就 马上就会觉得 我不想让他来 但是你要说是NED 我在这开个办公室 找两个人来 在这干点什么事情 就听上去 这个是非政府性的 怎么怎么样 但事实上 它做的事情 就是CIA以前做的事情 所以它等于是 CIA的一个分支 NED其实是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特朗普啊 18年的时候曾经想过 要削减这个NED的资金 所以特朗普 还是所有的美国总统 也近期的美国总统 也相对来讲 不是特别愿意干涉 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人 所以这一点 它确实跟 跟奥巴马也好 跟小布什 跟拜登 它是有区别 总结一下 中国这次这件事情 对NED一定是插手的 NED插手 那就等于是 美国政府的插手 NED拿的钱 是美国政府的钱 当然美国政府会否认 这个是非政府的组织 非营兴力型的组织 肯定是这样 但事实上 它就这么一生 而这次呢 中国政府的动作很快 很快就把它 给解除掉 解除掉的原因 是中国政府 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 也明白了 你看清楚 香港你是怎么搞的 看明白了你在香港 这么折腾的 也明白你在中国 其他的地方 你也不会老老实实的 所以中国政府 本来就有准备 我觉得 而且这个长期的这种 动态清零 它也明白老百姓 事实上是 是有一定的意见 我相信中国政府呢 接下去会 如果要是动态清零 继续搞下去的话呢 应该是会要 进行一些调整 或者就是慢慢慢慢地 就解除这个动态清零 我相信中国政府 应该是继续走下去 应该是这样子 而这件事情 这么快能够平息下去 说明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没有 什么民众基础的 很多老百姓 其实对于 动态清零 它还是支持的 其实还是很多人 是支持动态清零 而且就是 即使是不支持 动态清零的人 也没有 也很少有人 真的想推翻中国政府 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也就是说 它没有能够成功 能够这么迅速地 就被违和平息下去的 很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呢 西方呢 他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也看得很清楚 再有呢 自己 西方自己的能力 确实 他自己的这个力量 在迅速地在减弱 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这件事情呢 应该现在算结束了 那我们就看 接下去 中国政府是不是要 对这个清零的 这个动态清零 这个政策做一些调整 好吧 那先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 留言 转发 订阅 谢谢